歡迎來到今集的交涉現場的news 怎樣呀? 今集我們有個主題 今集當然是叫做窮Lnews 全部news都是為窮L 沒有供返 有時間 但是又很想說話 氣氛問題呀 這個是 先講講Nikon 我們現在在家工作在家學習 在4月份 他們就由4月1日開始直到4月最後一天 其實他們就有10個免費課堂的 那價錢呢 原本一課都說最貴到50億 教育本身應該是收費的 平時那些人上網都要joinman把學東西的嘛 那我們做什麼? 我們是不是做壞規矩? 我們都沒有教別人 我們亂說的 你是教別人 你是教別人 你是教壞人 五人子弟 是 我連幾多隻角都不是分得清 所以都 是 馬上講Nikon 是 是 大家有時間就值得去上網看看 這些免費課程 還有Nikon搞免費是最貴的 是嗎? 會引你入坑 就是看10集廣告 看10集應該都是什麼的 已經是根深蒂固了 對Nikon的形象 洗腦了應該 就是廣告應該都是 除此之外 除了Nikon 其實Capture One 我看他的Facebook 他也找了好幾個歐洲 他本身 Evangelist 一些很厲害的 殿堂級攝影師 教別人怎樣用Capture One 我那天在廁所 在廁所的位置 我看了幾分鐘之後 都 只是看他的照片都夠 家喉最喜歡的擺拍攝影 但是就是一些 宮廷歌幣的擺拍攝影 名字很忘記了 大家可以認真看一下 另外一段新聞 Colin你那天發了一張 WhatsApp的照片給我看 因為我看到有特價 就分享給各界的朋友看 我立行以為是2600元 我也是以為2600元 但是減2600元也很厲害 人家說定價下調 要補價的 然後我朋友就立刻回覆我 你有沒有看清楚 有沒有Facecheck 我們看到減價 和網站這麼可靠 當然是第一時間先分享 然後我朋友說你有沒有看清楚 就是這個 喜歡 那 其實這樣的 認真一點 要說說 人家 官方價錢真的有下調的 1489去到13000 1900 掉了1900元 但是13000 那個距離 都還有一點的 水貨都接近 三分二了 是啊 這個靜機身 剛才有沒有鏡頭 這個 這個 靜機身 那個 那個 有的 如果他這樣拿在鏡頭 就上面 1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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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貨就7180 那裏都有二千多元的差價 就是差上 是啊 就是減完再減 哈哈 那譬如XT 沒有先 哎呀 你不要搞我 不要緊 你使用的網站 是需要給廣告 是需要給廣告的 OK的 OK的 那這個 XT3 和155 那支KID 那他都有拉高的 咦都四千 差價都 是 那我們拿行貨最便宜的那家 是啊 是啊 那就貼分 貼分價一點 哦 一般在出店買 哈哈 二千多元 差二千多元 很合力 那八千元 會再便宜 就是減二千六再減二千六 哦 原來是這樣 對不起我看錯了 真的錯了 對不起我錯了 所以這麼多消費者 就要更加 正正一點 是啊 不是有人說 這個呢 水貨呢 就是用來給二手 賣價 賣價去 拿一個平均數值的 而已 參考價 那這個是參考價 可能是 你值得買不買到呢 我就買到手機 我也買過 肯定不到 我就經常買二手東西 是啊 對 二手東西 護士真的 二手價和水貨價 真的很像 是嗎 不是 你找個reference 回來打折 而是 說的是 水貨新機那個價 是便宜過你二手 沒有優雅的價 哈哈 是啊 所以還被人用過 是啊 那你又看回 其實就是 那個reference 它說降價 其實不知道為什麼 行貨那個平均線 是在拉高的 但是水貨是在下降 有人升了就有人在降 是啊 很亂很亂 你要看回大肆是怎樣才行的 哦 這是什麼來的 匯豐 是啊 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那不要買相機買匯豐 那個天還沒有 這麼說 是啊 那段貴的這段庭 會 1962 那些 至少匯豐都有升幾個機會 鏡頭呢 鏡頭都有升的 你有沒有看Expo 2 是啊 畢然升很厲害 Expo 2還有得升的 為什麼 很奇怪 好 那我們是不是要講一下內地品牌維卓 當然了 簡直厲害了我的角 這支鏡子 剛才你說的是autoflow的問題 因為我們說得出的中國品牌的鏡頭 一般都不是autoflow 例如美科那些 例如七工匠 永樂就是少數會做autoflow的公司 但是我不知道你用過沒有 因為如果Canon用家 他一般都會碰一下 因為他真的便宜到離譜 還要便宜一支和Canon也有一支很便宜的 就是50.8的那支 Canon那支這麼便宜 他可以做一支你也有衝動會買的Pancake 真的很厲害 還要拿來改的 他的樣子還要一模一樣 是啊 是不是向外殼致敬 但是說到永樂 他那個對焦的聲音 真的很好 如果玩拉卡那些人就會說 那個聲音真的很有機械感 真的很棒 但是維卓為什麼說厲害呢 因為他是沒有那個聲音的 你可以說他對焦的聲音 應該可以贏韓國的那支牌子 Sam Yang 哦 韓國autoflow的都沒有幾間 是 所以難得的這個牌子 但是我又有東西不太明白了 這支鏡我覺得很吸引的 33mm autoflow 1.4光圈 是 因為那個價錢吸引 是嗎 現在在說1100元定價人仔 人仔 真是 你到街上 我想都是 1000多元左右 1500元左右 1500元左右 1500元 人仔 差不多了 對 我覺得是很誠實的價錢 應該淘寶真的有價錢 那個問題是 它如果做一支 富士的autoflow 那個難度都高 為什麼呢 因為你富士本身 autoflow的鏡子 那個focus的速度 都不是特別快的 就是在說大光圈 你說要遷就它 不是的 它不能夠快過富士 根本沒有能力 如果它這支大光圈的對準速度 是可以接受的 其實就已經是 很快的了 要無論次 不是不是就是標準低 所以很容易達到 是嗎 是 那 講開圍桌 其實都不可不提 有這一支 這陣子很Hit 很Hit 講了十次了 其實之前QA很多人問我們 叫我們試 然後我們說很便宜 自己買芝士 就一直都沒有買 是 那我們講一下 為什麼我們先不買 因為 因為我們在用Sony 本身Sony那支 85 1.8 就不貴的 是 不大支的 最重要是不大支 貴不貴 我當大家很有錢 全部都買得起 其實是不大支 還有 有手要用到 對焦AF videoAF 是正常沒有問題 幾乎用到 幾乎 有製的 高級東西 屬於 有製 二手來講 是貴圍桌 那支幾百元 你當 是呀 變成我們就沒有什麼衝動去買它 你看一下MTF Curve 是 亂寫的 是呀 寫到頂上 是呀 那我們就看看圍桌這支MTF Curve 你先說一支圍桌 不要這麼快去跳舞日本版 哈哈 本身這支圍桌呢 它的優點就是它全金屬的外行 就是說它那個感覺就會好過你原廠的Sony 還有鏡片都很大塊的 就是使用的感覺 使用的感覺 是啊 但是鏡片有1.4那麼粗的直徑 但是剛才那張圖都是TOKINA來的 Joey你搞什麼 這個 他現在連別人告訴你兩個都是同樣的時候 這一支都是TOKINA 是啊 那個金屬都是 這個啦 他圍桌一個那個字眼這樣好看一點 那它那個 其實我覺得是拍照的關係多些 但是其實夠僵喔 我覺得你一支大陸鏡呢 做那個價錢 做到那麼貴呢 其實有點像老話的那個行為 但是我覺得它賣得那麼貴呢 我覺得它一定有一點點的 我覺得起碼 AF可不可信呢 拍影片的時候舉招 可信 拍影片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沒有試過 但是它用回STM這個名字的 字眼 對 字眼 所以應該沒問題的 差100元美金啦 399就是圍桌 499就是 它的孖生兄弟 但是 孖生兄弟以前的AF可不可以嗎 Joey你試過21mm那支 20mm那支正常咯 但是TOKINA TOKINA這支東西 就是TOKINA不是LiKA 你怎麽會加持加了100元美金啊 那大陸變成日本東西 應該合理的 是不是TOKINA出現Wiongol 不懂得出TELY啊 TELY其實是否容易做些啊 理論上 大光圈它不會做過 這支叫1.8光圈不太大 不是TOKINA很少的 因為TOKINA一直以來都是 給我們的感覺是做Wine Angle的 是啊 還有那些鏡子 是沒有試過說 不是Made in Japan的嘛 你怎麽會無端端 突然變成Made in China的呢 所以它就馬上加持一些東西給你看 這個有些髮毛的皮套 不是反光東西 是啊 但是旁邊的照片 都不是這支鏡子的 擺明就是人家本身做開的 也給你用 哈哈哈哈 都OK啊 肚子都很漂亮 肚子都很漂亮啊 是啊 我沒有拍過照啊 用這些東西 是啊 幾經典 幾好啊 但是剛剛我們不斷在說 為什麽這一支二手又不是貴 質素又好 那我們馬上說MTA Craft 其實都照顧眼看 不要真的一起去分析 其實都看到差異都很大 其實呢 就算Sony那支原廠呢 其實它都是一支便宜鏡來的嘛 是啊 其實呢 貴一千多元 就買到一支Bartus的85的 1.8 就是每一個是欠100元美金 就是四支鏡 欠四個level 是啊 但是Bartus呢 因為我擁有Bartus 那這支Sony鏡其實我也有的 我都承認我是純粹因為虛榮才保持Bartus的 我也是的 我要藍色彩而已 因為我只看見那些藍色的東西 我只看不到那些藍色的東西 但是其實我測試過呢 兩支鏡是 identical的 就除了拍片 Bartus會咬得緊一點之外 嗯 基本上是同一支東西 那就是說這個故事是重複了 是 但是剛剛你說的就是Sony 重複得來都是日本製的 不會再跳去另一個角度 那是 真是 不過如果和Bartus重複 我猜應該都是日本製的 是啊Bartus是日本製的 這支呢 都是 這支不知道 還是泰蘭啊 可能是都不定的 是啊 但是這兩支都肯定就是Main Channel MIC 但是現在這樣講一講 TOKINA那支真的沒有買的可能性 首先你和那支便宜了100元美金一樣 第二點就是 你比原廠Sony更貴 日本本土市場不會買它的 為什麼呢 那怎麼管呢 日本本土市場會買它 為什麼啊 日本可以買日本產品的代理箱 其實不是很多 就是很局限的 那你為什麼不在Sony原廠那支呢 那個問題是 你比Sony原廠那支還貴 現在 499 當然啦 是啊 不是的 都有500港幣的分別 你誇大一點吧 說100元美金好不好 不要玩啦 這個定價 你到街上問一下 唉 真的出事的 不是 那日本首價的 但是就 我想不到什麼原因可以幫它 其實它 沒有啦 TOKINA是出來玩一下 很久沒有出東西 找一些 擦一下存在感 為什麼它這張照片 它有沒有打開它 都不完整呢 我不是 因為其實呢 它這塊鏡片呢 其實是大於1.8架 那個直徑 所以其實它是 有些數字 Sigma那種類型 做大支鏡 但已經收了光圈給你 又不知道是不是1.4了 這樣 就是它又不開盡給你 是啊 很多鏡都是這樣的 原來 那就是 這個10.8 就是它給你多一點 好 好 真是搞笑的 是啊 那講開 內地品牌 那是不是有一件神物呢 這個就 這個 不知道怎麼幫它定位 這個 這個真的是 一件 高級品牌 高級品牌 高端產品 是啊 一天的 影樓閃燈啊 是啊 1200萬 就應該都是 影樓高級 專業半箱才會用的 基本 其實PAT來講呢 就是很少大陸品牌 會做得到的 是 之前有試過 有個牌子叫做金貝 是 當年都是壟斷大陸的 那個牌子做過的 但是都是不穩定的 是 嚴重是被 被笑的 是 被笑的 但是神牛 這幾年打出來的那個品牌 已經等於穩定 還有甚至是 你不考慮那個價錢 很多攝影師寧願用它 instead of 用一些名牌的 但是它的插頭 都是名牌插頭來的 因為它 一樣 一樣的 因為本身它是代工來的 我這樣講 那就是可靠 我想問一下 可不可以插 有沒有人試過 把Postle都插下去 我想可以的 其實真的 還不知道 都還沒到 夠僵啊 那Postle都很貴啊 哈哈 換條Tip應該都夠 夠錢 但是如果 作為一個Studio Photographer 看到這個產品 就會有 第一個感覺都會問 為什麽只有一個插頭 一般你做Ped 都是為了插三個頭 二十四個頭 兩個啦 千二 但是呢 如果 倒過來想 它千二做一個頭的話 就是說那個電容 是相當穩定的 一定 就不會出問題 因為以前那些 甚至score roll 都是的 即是榜卡 只要你的輸出是平均的 你都會出問題的 終有一天是出問題的 最辛苦是什麽呢 譬如你走score roll 你插兩支燈下去 一盞大power 一盞小power 那個Ped的負擔是最辛苦的 因為你同一組電容 一邊比大 那你要偷一些電到另一邊的時候 這個是它最辛苦的地方 所以舊一些那些Ped 是用到你殘的 即是用到你的人殘 因為它是 譬如1200W 那它這邊用600W的時候 那邊要相應減少 即是你不可以用盡的 不可以很極端的 是的 去到score roll 就OK了 終於可以大家 終於怎樣推都可以了 但其實都是會雙Ped的 然後那個問題就是會壞 是的 就這麽簡單 如果你一個Ped一個頭 還有那個價錢 真的不需要想 不需要懷疑 要兩支燈就兩個Ped 是的 就會有人問一個問題 因為神牛 它是一個 中高端燈 都可以高速同步的一個系統來的 即是八千份一秒 而這一支 它的Ped的話 它就有一條線可以 譬如你想買兩個頭 三個頭都可以的 你就這樣駁著就可以了 是的 就這樣刺激一條線 它有誠意的 這個產品 是的 那它的誠意在哪裏呢 所以誠意就是你買兩個都比別人更便宜 買一個 這一點就是誠意 是的 而且這兩套系統 你有什麽事情 你都還有一套用 真的 是的 其實都穩定了很多問題 譬如你當你用Wireless 我不敢想 如果走高速同步的話 如果同一組燈 它這樣升的話 沒有這條線的Alignment 我想這些貴牌子 其實是不是會掉的呢 我真的不知道 都不會的 都不會掉的 但是它將這兩條線合起來 其實你是升同一個Ped 然後第二天就跟著它 你有沒有用過貴牌子 那些High Speed 升嗎 沒有啊 沒有啊 那些呢 這些 如果Pofoto 它就是 它是全部built-in的 就是你不是插那個Pocket Visa 是用它的Air 但是如果你舊的Ped 全部要插那個Pocket Visa 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 開始升的 是的 但是在說Scrawl是舊的東西 不是這個時代的東西 所以這件產品其實是吸引的 就是對很多 現在面對著壓力的攝影師來說 都是一個便宜的解決 而且能夠做到要做的事情 是的 其實Broncala 就是為什麼它要找神牛做Wireless呢 就是它都自己覺得 它那個Infrared的聲音是有問題的了 已經 就是整天大日頭啊 或者是有些東西會有少少頻閃 它都糟糕了 已經 是 是 其實神牛也還有產品的 最佳 你講的就是這個了 那我們就 開一個代理 香港代理 褲袋閃燈300外 這個就是 認得這個 Pofoto B10 所以剛才就會開了這個出來 這個扣 我可以拆多一個扣 可以打到褲袋 真的很離譜 你說到好像是這個 拆了扣就是這一支 是的 它做充足 真的 這些真是改良 把電放在下面 是的 真是壞 它那個電 簡直是AD200 Pro的那個電 哎 喂 正啊 終於它不做多一支電了 是的 你可以雙修的 你可以 最好笑的是 以前 Pofoto一出來的時候 那些人是說 那支鏡子很小 很方便 好像支鏡子一樣 可以放到相機袋上 但是那支電就要拆開 找地方放 那這個就解決了這個problem 是的 還有我覺得那支電 就是在旁邊那一下呢 我覺得是有些麻煩的 就是你換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整件事 我就覺得在旁邊沒有問題 因為 個人覺得 上去就沒有所謂 不是相機 沒有所謂的 你有時候放一些位置會頂 不過算了 其實會頂的 其實你放什麼位置都會頂的 是的 是的 所以就 我覺得現在做攝影師 真的越來越多東西可以試 因為真的 現在做攝影師一定是 有些工作便宜了 一定是 一些東西便宜了那麼多 是的 沒有辦法 所以成本都輕鬆了 去到最後 說一下 大家攝影師一定會撿相剪片的 硬件上面有少許更新的 那就是說 其實如果有 玩開 Laptop 都會這樣做 其實我們一向都 DCPU都走到第十代了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其實現在正式是走到八核 對於大家 尤其是剪片的 Radiographer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因為這樣走法的話 你的Premier才會穩定 其實很多人都會這樣提過 因為之前走六核的時候 是會令到中間出現一些問題 特別是寫得不好的軟件 那我和嘉豪就沒事的 Colin就沒事的 大家就知道應該是哪個軟件 那現在出到八核的話 那應該相對來說問題就會比較少 你猜 你猜 不是 實在是比較少 是比較好 是比較好 開頭實在是很爽 是啊 這些電腦東西一定是 初兩年 嘩很爽 然後用半年又是慢了 不是的 你要像你們那樣 用一個蘋果系統 就會 穩定的一起穩定 不穩定的一起不穩定 那你想吃什麼 一起回收 好像每個人都現在這樣 嘩 螢幕花了就拿去換 是啊 你都不可以 好 那今天我們的news 就到這裡先了 看看我們之後 還有沒有其他特發的東西 我們可以中途加入又說一下 好 那到這裡先了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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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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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